明天就是五月份囉 四月今天畫下句點 葛國大哥請上來 來看葛國大哥的第一章 五月天 五月台股的行情 廣告時間你知道我問他什麼嗎 五月天 團體歌超好聽的 你很會唱歌我聽說 非常會唱 真的 哼個兩句來聽聽 年紀大唱的歌星大家都不認識 鳳飛飛來一下 劉文正那些歌我都很厲害 劉文正你還記得 拿著衛生紙圍在脖子上的劉文正 他們都不認識 有機會帶著大家去唱 你真的很會唱 您的聲音聽起來 其實中氣十足的 OK 老師考我的 我終於今天考他唱歌 好 趕快來追一下 五月天的台股行情 好 我先跟各位講 各位在談五月天的行情的時候 先有一個畫面 我們常常看到 國外有很多的暴動暴亂 在這暴動暴亂的過程當中 很多人都是享受到 那種搶劫後的封碩成果 結果很多人 他不幸被抓到了 所以說在五月天的操作當中 你一定要有那種觀念 就是說可以封 但是不要被抓到 就告訴你要謹慎保守小心 所以五月份是個 謹慎小心的操作月 是 因為它有很多的訊號 告訴你說 在激情過後 還是要回歸到基本面 好 我想在這個階段 美股的獲利了結 它的成熟期到底會不會發生 在華爾街爾有一句治理的名言 它是說五月拋趕快跑 九月中再回潮 也就是我們今天追過的 Sail in May and go away September you再come in就好 是 那我們先找它的原因 跟它的事實的證據在哪裡 所謂的原因就是說 在北半球 它夏季為所謂的度假的旺季 北半球那時候是夏天 對 那時候開始就要放暑假 老師放假 大家出去玩 這個所謂的基金經營的人 開始面臨到休假 因此這種情況 股市的交易會表現得很清淡 因為它流動性開始做了減少 所以它的震盪幅度因而擴大 你去換算今年 也會發生一件事 如果疫苗打得太快 大家瘋狂就會有出游的機會 那如果現在量這麼大 萬一這些有錢人 經紀人休息的休假怎麼辦 所以今年的條件是相吻合的 那我們再來看 過去三十年來 這個數據成立嗎 我想過去三十年 美國的平均股價的指數 它最差的三個月 我們把它抓出來 三十年來最差的三個月 對 就是三十年把它統計出來 最差就是這三個月 每次都一樣 第一個是在六月 是負的0.25% 固定都跌0.25% 第二個是在八月 它的平均跌幅是0.7% 平均跌幅了 對 你看到了暑假 大家出去玩 它的跌幅是最重 第三個是九月 它的跌幅是0.4% 可是各位大哥 我要問你一下 大家看仔細了 就算三十年下來 每股平均最差的三個月是六月 八月 九月 三十年來平均的六月跌幅 但各位大哥 就算是這樣 幅度也不重 你要這樣想 它講的是平均幅度 我們如果講說 這個企業它的基金經營人 或是這個公司 台基金經營 每個人配140萬 每個人賺個200萬 每個人發200萬 你覺得你真的有領到200萬嗎 那是因為上面領4億多 下面可能領20萬 這樣綜合下來 平均數字變成200萬 所以我們講的這些數字 它可能看檯面是什麼 可是它實際上 隱瞰的波動是很大的 他剛剛講那個領多少錢 是資本利得價差賺到的觀念 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 你要特別注意 它壞就是壞在這 好 那我們再來看月K線圖 它發生了什麼事 月K線圖 這是日K還是月K 日K線圖 日K線圖 它發生什麼事 日K線圖 它也告訴你 從過去的8523 漲到現在的最高點 它漲了9186點 然後它現在漲了9186點之後 它也處於上升軌道的壓力 快疑問點了 對 然後你再碰到說 韓國是不是最久的國家 所謂的進空令 在下個禮拜 也正式要開始解禁 對 疫情發生之後 我們曾經也有進空 但台股很短 韓國股市進空好長 解禁了到5月份 正式可以放空 對 所以有很多的天才 往往在股票市場裡面 走一些很奇怪的一些動作 是違反自然的 我講個笑話給你聽 以前在巴西 有一個財政部長 就是屬於所謂財政部長 那時候巴西股市要崩跌之前 狂跌之前 它設了一個所謂的條文 就訂了一個法案說 從明天開始股市交易 只能漲不能跌 就是只能買紅的 不能賣黑的 那這時候股市永遠不會跌 可是有一天它一開放的時候 股市連續暴跌 就永遠不會收手了 為什麼 因為這就違反自然 事實上你可以做放空令的動作 但是你真的不能太長 我跟您報告 可口大學這段話 就是呼籲人家說的 你要順其自然 股市如果都只有投資 沒有投機 今天要沒有當沖降稅 減半的話 量也滾不出來 還有如果你只做多 不讓空進行 我告訴你沒有空 就不會有多 因為空頭不死 多頭不止 沒了空頭 多頭甭期待 所以在股票市場的技術線 我們純粹討論技術線 它已經到了高檔 要轉折向下的階段了 所以我認為突破新高 各位要慎防的是 將來有沒有再回修 或是拉回重新跌回來 五月天很容易發生這些事 因為我昨天禮拜四 虎虎大哥在節目當中 我突然想到我漏忘了一個K 就是月K 幫我秀一下大盤的月K 今天我們錄影今晚播 前線特別節目 月K部分 幫我游標跑一下 四月份多可怕 最高一萬七千七百零九點 是創史高的 來 這邊是史高一七七零九 然後游標跑四月份 總共大漲了一千一百三十五點 漲一二三四五六 狂漲了六個月就是半年 平創史高 價量其揚是巨量 那麼您剛剛已經預告了 美股請小心 然後接下來逢高也會有壓力 五月份幫我畫一畫 大概會是什麼格局 五月還有辦法月K收紅嗎 理論上五月份月K 收紅的機會我認為不大 但是五月份會先過高 先過高 因為你從我們昨天講的節目當中 講過了說 本來預測說這個K線 到底後面會漲還是會跌嗎 那你只要看到聯發科 他佔權重三點五二 然後他這個漲停板一百零五塊錢 漲停板就貢獻五十五點 你現在看台積電也不太會跌 鴻海也不太會跌 這些隨便補漲一下 五月份就會過高 但是因為所有的關於都過大了 所以五月份過高之後 拉回的機會是很大的 那再加上我們剛剛講的 美國的這些名言跟現在發生 接下來第二張圖表 所發生的通膨現象 即將產生的時候 你要注意五月份過高拉回的機率 是非常大的 所以華爾街擔心是有其必要性的 Sale in May 真的我們要這麼做嗎 來 是好我想在國際一些策略大師 他的分析當中 你可以看到這些人精準是無比 但是都在話術中表現出來 比方說我們這樣看 在彭博資訊的策略師他說 通膨尾部已經風險開始升高 甚至聯準會的這個 報爾 報爾都說他看到股市有泡沫的現象 那通膨的尾部風險升高 今年的條件是符合這項 格言的一個背景 所以全球股市已經到了 獲利了結的成熟期 因此大家記得 當全部人瘋狂 你可以跟著瘋 但是你不要被抓到 剛剛講到這個獲利了結 各位大哥我順著你第一張 融到第二張 因為三十年來差的月份之一 其中一個是六月份 那如果六月份走的會不理想 聰明的我們前線的觀眾 就應該在五月份衝高的時候 也許你不會賣在最高點 但是你賣也不會輸人家太多 在這個地方賣行不行 對 完全正確 而且是分批減碼 我們如果再用台灣的一個 景氣信號燈 你又可以證明這項 兩顆紅燈 就是說紅燈的時候 其實都是站在賣方 最壞的燈的時候 藍燈 綠燈 都是要站在買方的 其實這個觀念又符合了 好 再來看一個經濟 著名的經濟學者叫歐尼爾 這個人更厲害了 他總共預測了三次股市的崩盤 一次在一九八零年的時候 一次在兩千年的時候 一次在兩千零八年的時候 瑞涵有沒有印象 網路泡沫跟所謂 房利美 房地美 他完全命中了 你看這些著名經濟學者多厲害 他在講話當中 永遠不會錯 他說今年的情況 幾乎完全符合這項 增嚴的條件 他可能會支持這項策略 大摩的投資長 在這條威爾森講說 他說小型股 這只想像美股 但是台灣現在 就是在那個熱當頭 他說小型股的漲勢 已經開始放緩了 股市的價位 將更貼近基本面的訊號 然後小型的股 與景氣循環股 一旦脫鉤的時候 顯示警示說 股市將面臨現實的考驗 各位注意看 我們現在小型股沒有放緩 現在大家還是航運股 還在衝 鋼鐵人還在衝 可是等到這些一旦放緩的時候 就是警訊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有一天 如果你看到最後一棒 我的經驗在12682的 那天的那個12682的那天 我看到一個狀況 證券股 全攻到漲停 各位你記住 這個是提供給大家一個參考 我當天看到證券股全面漲停 到尾盤全部打開的時候 12682從此30年高點 我要提醒大家說 當這些的所謂的話 應驗出來的時候 要真的提醒大家 五月天你真的要小心 行情要比較抱持一點點 謹慎 謹慎 但是不必害怕 要謹慎 還是會衝高 但是劇力也很大 對 好 感謝口口大哥 來謝謝您先請回座 先把五月份的台股行情 做個規劃 大盤的月K 麻煩再來一下囉 提醒您 他說五月份很有可能 還是會過這個高 如果這是五月份一整個月 上 中 下 旬 如果還是會衝到萬八 靠近 中 下 旬有一點點壓力往下的話 提醒您 K棒怎麼組成 我說的是月K棒喔 開盤畫一槓 如果開的五月初開的很高 到最後五月中下旬的最後一天 收沒有這個高的話 收在低 這一根的棒子 不好意思 可就是 Balek Not Red You know 它就是變成High K棒囉 結束六個月的 紅K的格局 這就是剛剛 可樂大哥苦口婆心的叮嚀了 來從第一頁講起大盤 原來美股 遭就有這樣的整理結論了 獲利了結 Sale in May and go away 如果再要歸隊 等September 9月份再來說吧 華爾街的擔心 真有道理嗎 平均30年來看 每股最差的三月份 竟然是689這三個月喔 如果六月份 您擔心會往下 那麼五月份逢高點就賣八貨 減碼降打 他說的 因為台股已經在平創始高 漲了快要一萬點 華爾街真的這麼說嗎 來請看 三位專家提供了他們的論述 這個在乎的是通膨 這個彭博在乎的是通膨 歐尼爾在乎的是 Sale in May的這個論點 包括威爾森他在乎的是 出現到 如果小型股都漲不動 就是個警訊 葛哥大哥也說 如果正確股到某一天 全部都漲停板了 到收盤反而 全部漲停板都打開了 也是警訊喔 以上結論 五月份的台股行情 葛哥大哥正確嗎 完全正確 感謝您啦 進廣告 回到現場之後 因為行情知道了 總要交換您 五月份的變數跟操作吧 趕緊再把葛哥大哥請上來囉 五月天 我知道今天才知道 葛哥大哥很會唱歌 他的聲音真的聽起來 就跟我一樣 我以前也是練聲樂的 還是校隊指揮呢 我講的是真的 我還跳過芭蕾呢 總之 你幹嘛這樣那麼開心 沒有啊知道 你有那氣質在啊 看得出來 更好笑 好 台股五月份的操作技巧 教一下 OK我想在這個地方 五月份開始操作股票 第一件事情非常重要 要選擇多方趨勢的股票 什麼叫做多方趨勢的股票呢 借用剛剛威良前面所談的那個表格 各位多方的股票很簡單 就是它的股價是從左下角 你把股票市場放一個框框 如果它的股票是從左下角 往右上角走 這個叫做多方股票 沒錯 那空方股票呢 空方股票就很簡單了 一樣是一個框框 我們來看看空方的修正 它是從左上角往右下角走的 這個叫空方股票 所以回到我們的字卡 五月份的選股 第一個重點 請你選擇多方趨勢股票 就看那個方向移動 是從左下角往右上角的 選擇重股票才是正確的 好那我插播問一下 因為你剛有講六月份 如果行情比較有收黑的機率 五月份逢高要慢 所以五月份的操作是 減碼降檔持股多的賣一點點 並不等於馬上轉手放空 不能放空 因為趨勢還沒有改變 只是告訴你到了高檔 你要做一個調節的動作 第二個 你選擇的股票 一定要帶一些題材性 比如說像缺貨的 它會支撐你股價未來的上揚 像報價上漲的 可以支撐你股價的上漲 像利多在後的 可以幫助你買低 賣到後面利多出來的高點 那麼再來 在股市的震盪當中 切記喔 因為已經來到相對的高點 有可能 我講的是有可能 隨時發生反轉 這個時候 絕對不要去站在追買的一方 寧可買黑賣紅買高賣 買低賣高 一定不要去做追買動作 但是一般的投資 有的時候會很激情啊 看到新聞看到報紙 就跳進去買啊 講說今天不買 明天沒機會 對啊怕說明天買不買 結果套牢怎麼辦 沒關係 如果你有碰到短套的動作 因為多方還沒有結束 都會有讓你解套的機會 所以你有短套的股票 你一定要就有賺就跑 因為你已經買到 相對高檔位階了 所以就有賺就要退場 那麼基期位階 比較高的股票 你一定要把握獲利的賣出 很多人就是現在不賣 覺得趨勢還沒有完成 我想內涵 我們做人是這樣子 我們也不可能是神吧 我們就賣在九分八分高 留一分給人家 兩分給人家吃 可是你今天 非得賣到十分 十分沒賣到 跌到五分 那你是不是損失了三成 我跟你講 留點錢給別人賺 保護自己 規避掉風險 還多點積德呢 對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會建議各位 就是位階高的 要把握獲利賣出機會 你可以將資金轉戰 到什麼地方 你位階比較低的 他有題材的 有帶這些題材的 這些股票身上 我覺得這會相得益彰 那最後就是 在五月份的操作當中 要提醒大家非常重要一件事 就是 你一定要保持靈活寬鬆的策略 因為所有的跡象 不管韓國的開放解禁放空 不管美國的通膨 不管所有的分析大師 告訴你的警覺性 或是歷史的統計數據資料 都告訴你 在五月份應該要保持寬鬆 靈活的操作策略 這個地方的買進賣出的動作 就是保持低買高賣買黑賣紅 低進高出來回區間操作 為什麼叫低進高出 因為在五月份有變盤的風險 所以大家靈活寬鬆應對 因此我整理一下 幫我修一下剛剛的多頭扣底的那張圖 請問因為要買黑賣紅賣高買低 可是大哥 因為我今天就用月線的角度來追問了 我不要追高 因此請問 如果這個X股票 現在這一條是它的月線 然後股價現在漲到這個地方了 股價就喊喊喊喊的攻到這個地方 不好意思喔來到這 離月線這個叫做正乖離 正乖離太大就不追 稍微有一點點修正靠近正乖離月線 再來買對不對 完全正確 就是這樣 對 完全正確 然後股價如果在歷史高的 你也可以選擇賣方 然後轉進一些 原來有一些的題材的 也許它沒有很低底型有出來 這才是真正的正在買方的買黑 對 完全正確 是喔 所以現在創立於新高的台積電聯發科 聯發科昨天千元史高 外在喊2000 我們不要現在追進去等2000囉 也不是這樣講 比如說他的走勢 是債券平臺整理突破之後 他未來走勢一定會有個上升軌道 假使他未來走勢目標是2000 那很簡單嘛 他在這軌道當中的運行 所以買黑就是 他漲上去你不買 可是拉斜而黑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玩 一直玩到2000 但是要相信這個數字嗎 千萬不要 從過去歷史經驗 所有外資預測數字 平均值只有80%左右到90% 就該收手了 真好 可樂大哥謝謝您 請回座 趕快來看一下 五月份 行情更加的劇烈震大 操作困難度會更高 麻煩您喔 現在呢 如果逢高的時候 要減碼降檔 股票持股水位多的 要降一些些 不是叫你要放空喔 不可以轉手放空 因為現在依舊是多方式 操作的策略跟原則 買黑 賣紅 買低 賣高 就這麼來回區間操作 如果像聯發科台積電 還有機會再攻的話 你就上升軌道 買低 賣高囉 這樣結論 國國大哥沒錯囉 完全正確 謝謝您了 觀眾朋友 今天有沒有覺得收穫滿滿 導播幫我一下 拍一下三位的貴賓 今天感謝微良 國國大哥跟柏傑 謝謝你們三位 再次教會我們均線的概念 怎麼算出來 包括了扣底喔 五月行情 五月的操作 拜託喔 如果像國國大哥說的 比較複雜 您保護自己的措施 要做得更好囉 更感謝觀眾朋友 今天特別節目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我們再會